哈喽姐妹们 之前我在贵阳吃过一家铁签烤牛肉 记得吧 巨好吃 今天我在成都 让我发现了一家 一块钱一串的铁签烤牛肉 我刚才打电话问了 他们说就是贵州的那个 开了39年的品牌 作为今年去贵阳最多次数的博主 我必须检测一下 它到底静不静松 你好 我就坐这儿吧 你们这个品牌就是贵州的那种 真的在贵州开了39年 你耳后 耳后 这边的烤串呢 它是不需要下单的 跟贵州那个一样 之前我吃的时候 也是说不用点 你掌握得到我的分量吗 不够又加 对我们就是按量拿 那烤串我就不点了 米豆腐 爆炒米豆腐 爆炒羊育 有鸡血 鸡血是特色 对 烤鸡腿和烤鸡吃 贵阳的烤鸡 其实我之前去吃过 但是我没有拍视频 我下次去还要再去拍 真的巨好吃 糟辣椒蛋炒饭 还有酸菜豆米汤饭 主食我们后面再来 好激动 感觉我的贵阳血脉 又要决心了 你有没有发现 我拍这种 跟贵阳相关的东西之后 这个笑容是不一样的 就笑起来会更开心 更灿烂 更发质内心 看那边有蘸水 致死量的折尔根 爱吃折尔根的姐妹们 有福了 不吃折尔根的姐妹们 像我这样打 听说你很爱吃折尔根 够不够 孩子 这个是贵州的那种辣椒面吗 闻到那个香味了 是 稳了 这个辣椒面稳了 这边是我们刚烤好的牛黄筋 需要帮你来一些吗 要 我先帮你放一些 因为我们的串呢 要吃热的 再来两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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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少了 好 这边是那个麻辣牛筋 看看 它看起来就很不一样 我觉得不用蘸 那个蘸料都好吃 其实这个酒是成都这边的米量份啥 滾尔哪边还米德克尔 对 这是我最期待的 吃这个,这个好吃 哇,我觉得这是我的地点餐 又香又辣又麻又入味 这个鸡肉外面是脆的,里面是嫩的 我好爱这个烤鸡 放到这个汤里面泡一下 鸡烤的酱爆牛肉 酱爆的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它是辣的 姐妹们,这个才是我来他们家卤菜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嫩,酱爆,必点 这个味道才是贵阳的代表味道 这个味真的太绝了,真的很好吃 给大家表演一个吞劲 牛肉超嫩,不要一半 我最喜欢吃的是酱爆 我的炒饭 这个是我们的贺色,招辣椒脆炒炒饭好了 这是我觉得贵阳家宴的最高招待级别 招辣椒蛋炒饭 它里面还加了贵哨,我的妈呀 先冷一碗 这个酱爆的牛肉真的太值了 接下来我们炫饭 我的招辣椒蛋炒饭 哇,真的感觉吃到贵阳了 先来一口这个爆炒鸡血 嫩,没有腥味 我怎么觉得他们家爆炒系列比烧烤的好吃 大家这个爆炒真的又麻又辣 好爽 里面那个花椒辣椒 米豆腐 你们们爆炒系列 这个味道必点 这个鸡肉在里面泡过更入味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爆炒的系列真的可以炒一切 虽然我下次来的时候还有爆炒牛肉,爆炒肥肠 爆炒鸡蛋,爆炒豆腐 鸭血米豆腐拌饭 想难吃都不可能 滴滴再吃 你们几点刷到最小视频了,饿不饿 我帮你们带吃 这个真的太下饭了 这是鲫鱼 这个鲫鱼他们是那种鲜鲫鱼 我看,就不是那种提前弄好的 真的是炫烤 烤了很久 这个辣椒面 它肉非常嫩 哇,完了,我觉得他们家必点菜有点多 酱包牛肉,这个鱼,还有蛋炒饭 爆炒的一切 其实我刚才喝了他们家冰豆浆一口喝 算了,这个我不推荐了 就是好吃的太多,显得很营销 可以再帮我加一杯冰豆浆吗 好的 我又加了一把酱包肉 我第一次在贵阳吃到的时候 真的惊为天人 那就谁能想到一个商法店的炒饭和炒菜 可以做得这么好吃 没想到不去贵阳也能吃到贵阳的美食 还有姐妹们,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直接来自我 我们下一天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下期再见 好,拜拜 谢谢观看